艾舍臺灣 碰到漢友進海區和蝦災放流多年 十二好在安秤關係平臺鎮定住 其中聯繫地和200外面核心 一條一條接一條方式 作為放流四萬五千塊車駛的蝦災 漢友追上運動 提供協會 也創水盡害 留意當天火 也請到創水沙熱海 蝦災放流 結合水沙 盡害多年辦理 漢友追上運動 提供協會 接到鼓勇 藏水網主機的漢友 環保濟港 沉在安民區關係平臺前的海華 跟蝦磨塊旁邊的噴射 請出收拾地 萬古 搬起的竹子 跟他們療館 台南市就海岸線而言 我們就有五六十公里長 那這個是個非常珍貴的水資源 那另外整個大台南的境內 從北到南 我們也有巴掌溪 集水溪 曾文溪 鹽水溪 二人溪 等等 這個水資源也非常豐富 但是呢 我們市府目前跟中央的單位 包括這個水利署等等 都不斷地在進行這個製水的工程 還有淨水的這個建設 我們一直都希望讓台南能夠成為一個清水的美麗的環境 那這樣的目標呢 一定要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才有辦法達到 那今天的活動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我特別要感謝 除了各位共襄盛舉 感謝大家以外呢 我們也特別感謝 海洋 海洋水上活動這個促進協會 不知道有沒有在場 有沒有在場 在現場了 在現場 沒有在這裡 已經在現場了 非常感謝他們 由於他們的這個協助跟合作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不僅僅是放流魚苗 我們事先會一個淨灘的工作 那我們過去去年103年 我們總共有44場次的放流魚苗的這個活動 放流什麼樣的魚呢 包括蚵仔魚 包括蚵仔魚 包括這個蚵仔魚 紅鯊 蛤蟲 甚至金木鱸魚等等 總共有到116萬8千尾 新台幣總共價值到640萬元 那今天是第一場 我們會放流4萬5千條魚 我們希望能夠放流成功 我們一方面淨灘 我們一方面愛惜海洋的資源 那我們同時也放流魚苗 讓我們的水資源能夠不予潰乏 那這樣的目標 我們很高興今天不僅僅有很多市民來 那要有小朋友參加 我們小朋友以後要持續愛護我們的海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祝活動順利圓滿